你的工作的岗位 哪一个地方都好 你都是有影响力的 你不需要在井上那边挂一个大大的石架 来影响别人 你不需要每一天说阿里路亚阿里路亚 你不需要在大众的面前祷告 你不需要做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所要做的 对你要做 可是我们谦卑的去做 我们不是要宣扬自己有影响力的去做 我们要清楚的就是在外邦人 他们如何发出他们的影响力呢 第一 他们要有这个名堂 有大豆 有单税就能够影响别人了 第二 他们必须要有bodyguard 有很多很多的保镖 要去什么地方都有一群人跟住的 他们就写出他们是有影响力 另外呢 他们认为他们要有很好的口才 好像卖在江湖里面卖药的那种人 很有口才可以把天上树上的小鸟 引到自己的手帮上的那种 哇 很有口才的 你以为这是影响力吗 没有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方面完全都没有 他已经这么的谦卑 他已经是把自己的老我埋葬掉了 除死了 他现在的是新的 是谦卑的 可是他的能力 他的智慧 不是从人而来 不是从他 在他的年轻的时候 跟随了哥米黎 这个很出名的老师而学来的 他也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也不是因为他是有智慧的 可是他是因为耶稣的关系 因为他得到耶稣 耶稣给他的智慧 他谦卑的来到各教会那边 影响弟兄姐妹 他的生命就是能够影响我们每一个 在这两千多年里面 他的生命一直借着圣灵 借着神的话语影响了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有保罗的心香 保罗的心香是从耶稣那边得来的 我们的心香也是从耶稣那边得来 同时我们也是因为借着圣经 我们的心香也在保罗那边拿了一点 所以感谢主我们不但有保罗 更重要的我们有耶稣 因为耶稣是保罗的 耶稣也是我们的 所以感谢上帝 神给了我们影响力 我们每一个都有影响力的人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是世界的眼 OK 当我们明白我们是世界的光 世界的眼 我们必须要活出这个来 去年我们一直要提倡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的定位是在那里 然后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定位 那是很重要的 神给了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 都有一个美好的定位 所以神也要我们活出这个定位 我们活 基督徒活就是要活出神给我们的定位 不是世界给我们的定位 世界定位 世界的定位就是你要有钱 你要有权 三个G 四个G 别人说四个G 第一个G就是Glory 就是荣耀 第二个G呢 就是什么 就是Go 就是金 第三个G是什么 别人说 Go 是Go 在这里 你看世界的那种观念 跟我们基督徒的观念不同 我们基督徒观念就是 神的话语 神给我们的定位 我们活出神给我们的定位 Hallelujah 把我在这里告诉了我们 明白了自己的定位 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 我们看到耶稣的凯旋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战胜 Hallelujah 然后呢 明白了I 影响力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G G代表什么呢 好我们来打开圣经15节 我们来看15节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死亡的人身上 都是基督新香之气 新香之气 新香是什么 新香之气是什么 新香之气是代表 我们有信息 有信息 我们有信息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真理 就是Gospel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信息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信息 因为有这个影响力 我们必须要以什么东西来影响别人呢 不是人的智慧 不是人的权力 而是神的话语 你有影响力 因为你有真理 你在街上 别人会说你是神的孩子 别人会说你是属于耶稣的 你是属于神的 因为你有影响力 因为你有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女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得救 是因为耶稣的关系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的盼望 是那么的完美的 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力量 是神在百般的智慧里面 给了我们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基督徒都有的信息 如果你只有影响力 你却没有信息 你如何活出一个荣耀 凯旋的基督徒生命呢 你必须要有信息 信息从哪里来 信息就是从耶稣而来 就是多看神的话语 就是多祷告 就是多研究神的话语 就是多处灵食 不是灵食啊 不是那种灵食 灵命的食物 多处灵命的食物 那么你就有信息 Gospels 你就有这个好信息 他说基督徒活了三四十年 有影响力 因为别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很有影响力